这是个运气超好的女孩 来看看她下雨天是怎么上班的 不带伞出门 结果天儿晴了 高峰期打车 空车马上就到 上车前脚底还踩到了美金 去公司的路上一路都是绿灯 接了个电话不小心中奖了 忘了图春高就刚好遇到了镜子 没几上电梯 回头就来了个空的 还正好遇上了高富帅 下了午饭 随手一挂就中了大奖 简直是被上天眷顾的好运气 这天公司来了个大生意 结果高僧全困电梯里了 只剩下打砸的艾莉在会议现场 于是艾莉硬着头皮提了个案 没想到居然通过了 甲方爸爸很开心 来到门口 他们遇到了刚从电梯里出来的高层们 艾莉顺利成长的升了职 还分到了独立办公室 成了办公室的当红炸子机 还能独立带整个项目 果然成功除了努力还很靠运气 如果可以 把这种运气分给我的铁粉们好吗 很快 这个项目顺利搞定了 在舞会上 艾莉遇到了倒霉帅哥杰克 杰克是那种逢出门必下雨 逢下雨必摔跤 摔跤还顺便掉裤子的男人 闲暇的时候他会和朋友组乐队 但乐队在他的美运加持下 马上也要不行了 这天他和乐队在酒吧表演 本来一切顺利 底下两个形态已经嗨起来了 结果他不小心拔了电线 又搞砸了 杰克的朋友告诉他 最后再陪他玩一个星期 不行大家就要回家种地了 杰克很紧张 这时他听说 唱片公司的大佬会去一个舞会 于是他盛装打扮 想到舞会去碰碰运气 在那儿他遇到了艾莉 他被这个漂亮姑娘迷住了 于是两人跳了之舞 情到深处稳了起来 舞会结束后 杰克找到大佬 准备最后搏一把 没想到一辆大货车和迪士追尾 迪士往大佬冲去 杰克一个肩膜推开大佬 救了他一命 为了报答杰克 大佬答应让杰克的乐队试引 还顺带送了杰克一套大豪宅 杰克转运了 可艾莉却倒霉了 杰克刚走 艾莉的高跟鞋就断了 他弯腰想看 结果裙子裂了 喝口酒压压井 却差点没呛死 还莫名其妙进了监狱 老板见状吵了艾莉的鱿鱼 而艾莉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狱友狠狠捶了一圈 最幸运的女人 遇到了最倒霉的男人 会发生点啥 艾莉也不知道 他去了个party 亲了个男生 居然把生活给整完蛋了 本来运气爆棚的塔 现在是温神附体 刚从警察局出来 艾莉就发现家里发了大水 到处一片狼藉 她只好到姐妹家暂住 结果吹头发的时候 她头发绞进了吹风机 艾莉一紧张 就把吹风机扔向了浴缸 然后整栋楼都给整停电了 这真是倒霉到家了 姐妹让她去找神婆算命 神婆告诉她 是有人抢了她的运气 是谁 艾莉回忆 肯定是舞会上她勤的那个男人 于是她找出了舞会成员名单 准备一个个勤过去 看看是谁抢走了她的好运气 第一个名单上的是个帅新郎 她刚准备和新娘行礼 然后就被艾莉抓过去一顿勤 勤完新娘眼睛瞪得像同龄 开始狂揍新郎 但艾莉没空去管 她赶紧低头掏出一张呱呱乐 试试看 不中 运气没回来 不是这男的 于是艾莉又奔往下一个目的地 就这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艾莉都记不清自己吻了多少男人了 运气还是没有回来 直到某天 高夫帅主动约她去看展览 艾莉才重燃起一点自信 运气怕是回来了 可惜 并没有 在展览上 艾莉打碎了一个屎一样的艺术品 还正好是富二代母亲做的 现场一度无比尴尬 而她也再一次进了监狱 这一次她又被揍了 拖着疼痛的身躯 艾莉又冷又饿 她来到一家餐厅准备吃点东西 结果却发现钱包丢了 事到如今她也无所畏惧了 开始自暴自弃 上手抓肉吃 被群嘲起来 从小运气爆棚站在世界之间的她 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世界的恶意 原来倒霉是这样的 正巧 转运的杰克碰见了艾莉 这熟悉的倒霉样 让她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于是她救走了困在餐厅的艾莉 还递给她一个馅饼 看着倒霉的艾莉 杰克很同情 于是她给艾莉介绍起了工作 虽然都是看门 送饭 搞卫生 或者洗厕所之类的杂伙 但也让艾莉很感激了 人倒霉的时候 没有选择的余地 艾莉立马热情的 投入到新工作里 虽然她还是很倒霉 先是被失控的拖把 甩了个屁股盹 再是吃到游客的沉点口浆糖 而后还莫名其妙的 掉进了保龄球赛道里 撞了个人肉大满罐 她简直是个行走的温神 老板也受不了了 只好派她去洗厕所 而艾莉也逐渐适应了 这种倒霉的生活 另一想 杰克是越来越走运了 她和乐队简直是清云之上 很快就成了当红大明星 但杰克一直挂念着倒霉的艾莉 某次 在艾莉出现倒地的时候 杰克截住了她 并把她带回了家里 杰克一边帮艾莉处理伤口 一边教导着艾莉应对倒霉的经验 这事上她还是有点权威的 也就是这么一来而去 两人渐渐有了感情 这天下着暴雨 艾莉撑着把烂伞出门 刚好遇到下班的杰克 杰克带她回家去换衣服 结果艾莉把她家洗衣机弄坏了 洗衣机跟缝了一样 不断吐泡泡 艾莉想去关水阀 没想到水阀坏了 滋了她一连水 于是她又去拿扫把 结果越整泡泡越大 洗衣机也坏了 这动静惊动了在洗澡的杰克 她打开门 看着遍地肥皂 杰克也没怪艾莉 两人甚至在泡泡里打闹了起来 杰克的大肚子彻底打动了艾莉 她爱上了眼前的男人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艾莉吻了杰克 果然她的运气立马就回来了 而杰克就倒霉了 她的梅运还带给了整个人也对 演出当天 贝斯手的琴弦莫名其妙就断了 顺势还搞瞎了吉他手的眼 回头他们发现鼓手丢了 被锁在了地下室里 到处一团乱 眼看着好好的演唱会 马上就要黄了 还好 这时艾莉找到了杰克 随着她深深的一吻 杰克的运气回来了 演唱会顺利进行 而幕后的艾莉则准备带着梅运离开 她对姐妹说 她想把好运留给这个男人 姐妹劝她生死 毕竟男人如衣服 可艾莉已经想好了 她深情的最后看了眼杰克 准备离开 但在车站上 杰克追上了艾莉 她已经知道了 关于运气的整套逻辑 也明白了 只要和艾莉接吻 她就会回到那个倒霉的命运里 但她义无反顾地吻了艾莉 或许这就是爱吧 想把最好的留给对方 不管今后是否好运 拥有彼此已经成为了 他们此刻最大的幸运 感谢观看